西方艺术风格 第二十讲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第一部分 出奇的建筑与雕刻 在这一讲 我们将介绍建筑师 布鲁·内内斯基 阿伯提 米开洛佐 以及雕刻家唐迈提罗 在公元一千四百年前后 除了佛罗伦斯 米兰公爵已经将整个伦巴利平原和大部分的意大利中部的城邦都征服了 并且能够控制整个意大利半岛 佛罗伦斯这个骄傲又有尊严的城市 面对着米兰公爵的吞并野心 始终弃力不倒 因而得以捍卫他的独立 那时候的人文主义者将米兰公爵的势力视为暴战 而将这个佛罗伦斯视为反抗暴战的自由斗士 是一座重视艺术与文学的城市 因此很自然的就将这个城市 比作是波西战争年代里的雅典 波西战争是古代波斯帝国为了扩张版图而入侵希腊的战争 战争以希腊获胜 波斯战败而告结束 独立的佛罗伦斯人在这种新雅典的意识下 充满了爱国主义的自豪感 并且将视觉艺术视为复兴佛罗伦斯精神的手段 于是在中世纪之前一直被归类为首艺或是公艺的视觉艺术 开始被认为是学习成为一位绅士必须接受的教养科目之一 从这之后再经过一个世纪 西方世界就普遍接受了这个观念 当人类进入21世纪 从联合国到我们政府都将美誉教育 列为培养人才的基本功夫 其实就是在实践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 从1401年起的30余年间 佛罗伦斯人为他们的城里的艺术事业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开始建于乔州时代的佛罗伦斯大教堂 终于附上的拱顶 城中大大小小的教堂都赋予新的雕塑装饰 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的艺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迈克的脚步 一般来说 意大利初期文艺复兴是以拥有诗人丹丁和画家乔多维奥的佛罗伦斯为中心 时间从15世纪中叶一直持续到最后的十分之一世纪 当时有许多年轻艺术家齐聚在这里 并且将建筑师布鲁列内斯基当成他们的领导人物 这些艺术家后来产名的包括建筑师阿伯提、米开洛佐、雕刻家吉伯蒂的学生 唐纳提罗、画家马萨奇奥、安吉利科、Francesco和Potichelli 布鲁列内斯基是意大利初期文艺复兴建筑之先锋 根据记载他是个建筑师、数学家、几何专家、画家、金匠、雕刻家 也是个花名家 1401年他参加佛罗伦斯奇里堂青铜大门的雕刻竞赛 不过却输给了吉伯蒂 这个打击使他转向建筑和科学 并跑到罗马去考察古罗马建筑 同时做了许多测绘工作 布鲁列内斯基的众多作品中 以佛罗伦斯百花圣母教堂的拱顶最为特色 虽然新建这座拱顶的建筑技术是来自于哥德建筑的原理 与古典建筑之应用 但是布鲁列内斯基真正教然尊敬之处 则是他创造了文艺复兴建筑艺术的新风格 他发现利用古典及科学两项原则来新建建筑物是非常有效的 而且能够取代 这就是这个圣母百花教堂的宫顶 他开始在1296年开始新建 他的两侧 异殿和歌坛是一样的长 在外观上均有五个边 在室内也有五个小祭祀 圣母百花教堂的圣殿和宗殿 异殿各坛连成一个大空间 但是这个大空间之上的屋顶 却是个长久以来未能解决的问题 40公尺的跨度 以传统的木料是很难换到的 一直到1419年才有布鲁列内斯基 用双层拱顶的方法加以解决 由于尺度巨大 整个大拱顶的工程 总共花了将近20年 完工之后 这个拱顶成为佛罗伦斯的一个象征 歌的建筑本身 就是一个比较抽象的系统 建筑物中间各个元素之间 或者和建筑本身 这轮过并没有一定的比例 在建筑过程中 建筑师画一张草图或许就够了 但是他必须要亲自监督 新建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 因此许多细部都是在现场 决定并且施工的 每一个构成元素也都趋于标准化 在这种状况下 在布鲁内斯基的作品中 重要的乃是构成元素之比例 而不是他们世纪的长度 所以当柱子变小时建筑物也就跟着缩下了 阿伯蒂是一位古典学者 剧作家 艺术评论家 他并有广播的建筑知识 1452年 他以拉丁文写了一本建筑诗书 并且呈现给教装尼古拉武士 这本书后来成为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建筑理论著作之一 在实际作品方面 阿伯蒂的作品并不多产 佛罗伦斯新圣母堂是一个成熟又成功的例子 这个就是新圣母堂西向地面的一个作品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上面部分像一个口字 下面有两个口字 形成一个类似品状的形状 至于他所设计的 佛罗伦斯鲁奇拉大厦 则称为15世纪中盛行的都市住宅大厦范例之一 除了有如同古典一样 分割楼层水平线角外 垂直之壁柱 分割线已经加注于窗户与窗户之间 以强调柱间 虽然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本主义能够让佛罗伦斯的市民感受到民主 进步的艺术气息 但是建造任何一座伟大的建筑物或城市都需要依靠庞大的财富加以支持 因此有钱的商人就逐渐掌控了佛罗伦斯 15世纪中期佛罗伦斯最有势力的麦迪奇家族 回头建筑师米开洛佐建造都市住宅型的利喀迪大厦 这利喀迪大厦有三层楼 在视觉上来看 每一层楼越往上是越少 实际上的高度也是越小 让人家这个实际的缩小 楼层高度 实际上就造成一个视觉非常高的感觉 15世纪20年代中叶 正当佛罗伦斯与米兰之间的战争重新爆发之际 文艺复兴初期最伟大的雕塑家 塔纳提罗创造了自西罗马帝国 灭亡一千年以来 第一个与真人大小相同的男性裸体原调大卫 他曾授业于吉伯蒂与布鲁内内斯基 从1404年到1407年 他协助吉伯蒂制作佛罗伦斯西里堂的正门之后 便开始独立创造 那这个就是 这个塔纳提罗所做的 这个 裸体男的铜像 可是事实上 他头上还戴了一顶帽子 脚上还穿着靴子 这件雕像的双脚姿态 这件雕像的飞利斯勇士 格利亚 并为自己的民族 解除了战祸的威胁 塔纳提罗所做的大卫 手持长刃 脚下踩着强敌格利亚的头颅 很显然在这里 格利亚与大卫分别代表着米兰与佛罗伦斯 如果说格利亚的头盔隐喻的战争 那么大卫的夜观便是和平的象征 至于大卫的裸体很可能 意识佛罗伦斯人具有古希腊 罗马的古典学统 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里 将进入下一讲 第21讲 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第二部分 出奇的绘画 谢谢